深夜凌晨 轎车好端端停在车阁 一浪银色轎车 突然撞了上来 一阵连环碰撞 瞬间侧翻旋转四轮朝天 附近居民睡梦中听到声响 沉都惊醒 碰着身体很大 那车子都翻过来了 银色轎车阵台撞成废铁 挡风玻璃碎成蜘蛛网状 车壳碎片四散满地 数号凌晨四点多 台北一米二十六四将信驾驶 凡家涂装行进内湖去 明泉东路六段 一百九十项就像睡着一样 越开越偏 最后直接撞上对象 路边轿车 停在车阁无故遭波及 黑色轿车车尾腾空卡在 小黄引擎盖上 两车都有多处毁损 车主一早出门 见爱车撞烂 超傻眼 今天早上我猜小 太离谱了 车子停在这边 是因为你自己疲劳 你还要开 那你百分之百错 暗夜开车自重反复 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但疲劳驾驶念货 后续赔偿恐怕也不少 记者向如彭新美台北报道